凶座 退伍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因应台海局势要满足战力需求 未来退伍17年内都可能被叫招 实弹射击彤彤来真的 今年汉光联系就是由后备兵力执行 原本叫招只锁定退伍8年内 未来恐怕延长到12到最多17年 也就是05年后退伍的都会被招训 从两年一招变成年年招 天数也会增加到14天 没办法的话也只能接受了 叫招这种方式可以让台湾的青年 可以更有凝聚力的话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算支持 叫招年限增加 民众生活难免受冲击 补贴也严腻增为1.5倍 像是士兵每天薪水1050元 半个月就会有近1万5 但若是83年次之后 扶4个月军事训练役的一男 将维持8年的招训年限 有关边管8年的限制确实会做检讨 但是检讨之后边管的时间范围 这个部分目前还在规划 要检讨解禁 毕竟这名数字 看看今年1到8月 9万人体检 就有2万人是免疫体位 比例超过2成2 军医局长说 是因为BMI体重过重 但靠延长教招年限补人 有议员批评 治标不治本 那为什么不先去 针对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做改革 而是要哪一年的EOE开刀呢 两岸紧张 国防兵力成当务之急 记者路易红沉浸以台北 蔡普报道